大厅中静悄悄的 没有一个人在 照理说 核心控制室既然保护得这么严密 不应该没有一个人在吧 林景洪觉得 这寒歇俱乐部处处透着诡异 让人摸不着头脑 林少 沈少 或许对这个地方有疑问吧 不急 先请坐下再说 韩歇好像看透了林景洪和沈家饼两人的心意 笑着道 他话音一落 站在他身后的其中一个男人离开 不一会儿端着三杯茶进来 放在林景洪三人的跟前 林景洪见状心中恍然 怪不得韩歇自始至终 都没有向自己介绍身后的三人 原来三个人 是韩歇保镖性质的人物 林景洪坐下 韩歇挥了一下手 事宜身后的三人退出去 清起朱唇道 林少 沈少 这里是我们韩歇俱乐部的核心控制室 不过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要不然以韩歇俱乐部的实力 还不至于弄得这么神秘兮兮的 京城所有俱乐部的资料都集中在这里 也就是说 这里是京城所有俱乐部的核心控制室 就连铁血俱乐部也不例外 林景洪和沈家炳文言大吃一惊 韩歇俱乐部到底有什么吸引人之处 京城所有俱乐部资料集中在这里 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不说其他的俱乐部 光铁血俱乐部就有军方背景 而且铁血俱乐部中 好多东西都涉及到军方的秘密 资料却集中在这里 也意味着 韩歇俱乐部背后也同样有军方的背景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光是军方的 还有商界等等 这是一股十分恐怖的势力 当然 虽然这地下室在韩歇俱乐部下面 我能打开门外那道门 但是并不意味着 我拥有这里的一切 因为我对这里的资料并没有控制权 韩歇稍稍解释了一下 他虽然说的是轻描淡写 但林景洪却陷入了沉思中 韩歇将自己跟沈家炳带到这里来 绝对不会是简单的告诉自己这件事情 肯定另有深意 地下核心控制室中 林景洪三人在讨论着明日铁血俱乐部大军演的问题 本来相关的细节问题现在还不太清楚 也实在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但韩歇竟然弄到了四年前铁血俱乐部的一次大军演的资料 据韩歇猜测 这次的军演应该跟上次差不了多少 只要按照上次的资料进行讨论 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林景洪和沈家炳两个人也觉得 含歇的猜测不错 既然已经有前面的成功例子 这次铁血俱乐部自然不会放过那个成功的例子了 虽然前次的演习投入才一千多人 投入兵力尚不足这次兵力的十分之一 但兵力的多寡并不能说明什么 三人讨论了一阵 正在这时沈家炳的手机铃声响起 他便走到一旁接电话去了 韩歇看了一眼林景洪悠悠地道 林少 不知道你对这个核心控制室有什么看法 林景洪微微一愣 有什么看法 韩歇问这个显然是有目的的 就好像韩歇为什么要带自己和沈家炳来这个核心控制室一样 都不可能只是为了好玩 京城所有的俱乐部的资料都放在这里 别人就是避开都来不及呢 怎么还会带人进入这里呢 一旦这里面的资料泄露出去 意味着整个京城的所有俱乐部都会遭受灭顶之灾 林景洪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这核心控制室保护得这么神秘 里面的资料自然贵重万分 韩歇姑娘带我们来这儿 难道不怕有什么损失吗 韩歇咯咯一笑 林少说笑了 以林少的财力 就算整个京城所有俱乐部都摆在林少你面前 林少都未必会去看上一眼呢 韩歇不才 面对这点韩歇还是很有信心的 另外 如果林少真的能看上这些 韩歇高兴都还来不及呢 韩歇这话说的已经够直白了 林景洪如果连这点还听不出来的话 那智商只能以各位书来计算 韩歇想要以所有京城俱乐部的资料作为嫁妆 跟林景洪展开合作 只是林景洪不知道这个韩歇到底想要跟自己怎么合作 林景洪笑了笑 韩歇姑娘说笑了 我也是个人 自然不能免俗 如果有这么多俱乐部在手 我相信不管是谁都会心动的 我也不会例外 韩歇开出了架 林景洪顺着杆子往上爬 是水到渠成了 林景洪对这些俱乐部感兴趣 并不是他真的对这些俱乐部能赚到多少钱而感兴趣 而是隐藏在这些俱乐部中无限的人才资源而感兴趣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隐藏的资源 也是一股极大的势力 林景洪原本就想利用韩歇控制京城的那帮顽固大少 以及太子党之类的 他还正愁 不知道怎么开口呢 现在倒好了 韩歇可是自动送上门来了 如何通过韩歇控制京城的那帮顽固大少